Yo!各位觀眾朋友,你們好嗎? 我們本期節目又要講王者榮耀了 哈哈哈哈 嗯,沒看的 我們偶爾也要出一期王者 來廣告我們王者榮耀第一非官方堂的地位 合理的 咦?沒有關視頻 也不要罵 佳音本期非常實用 就算你沒玩過,看完也有用的 因為本期節目我要教各位女生 如何通過王者榮耀來選男朋友 以前女生帶男朋友回家見家長的時候 那些准愛婦、准愛母 就很喜歡跟男朋友出幾副麻將 佳音有一句古話叫做 排品見人品 同時,今時今日與時俱進 我就教各位女生排位見人品 打王者打得好就不見得一定是好男人 只不過,如果打得不好的話 那就真的極有限了 有男朋友的各位女生 不妨觀察一下自己男朋友 在打王者的時候 有沒有以下的表現 如果有,那你就要小心 永遠只選輸出位 寶寶呀,搶個坦克,不如你來吧 咦?不要啦,我搶去輸出位 那我玩敵人熱嘛 不如你來個坦克保護我 嗯,我還是選你 你自己下路小心一點 沒錯,法師、射手、刺客 這些輸出英雄 傷害高、收割爽 數據好看容易超神 打得好,還可以拿團隊MVP 那大家肯定喜歡玩 但是,如果現在這個團隊 需要一隻坦克的時候 你的男朋友都硬是要選輸出英雄 嗯,那就證明你的男朋友 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一個不願意承擔責任的男人 最簡單,他是不會做家務的 嘩,不做家務的男人 今時今日這些妾精來啦 再說吧 一個男人 在一個遊戲裡面 都不願意做坦克來保護你 在現實生活當中 你還可以知道他做什麼 經常想著搶人頭 寶寶你不要再追啦 你追到別人野區啦 小心被人圍你啊 他殘血啊 你讓我先把他藏起來吧 嘩 嘩,死了死了死了 控住了 控住了 嘩 死了 打王者的時候 經常會遇到這些人 兵線不清 有東西不打 有塔不守 只懂得追著對面殘血的英雄 不斷走來走去 然後不知道在哪裡 飆了四個英雄出來 五個人圍著他不斷組 自己一個人頭還沒拿到 送了五個出去 你留心啦 如果你男朋友都喜歡這樣做 證明了兩件事 第一 他心急 未發育 先興奮 二 他操心 不記得看小地圖 而無論是心急還是操心 代表著什麼 代表著你男朋友 擁有很容易跟你吵架的特質 怎麼了? 你以為我拋你嗎? 那我跟你講解一下 心急的話 快點啦 出門啦 化妝化那麼久 操心的話 我的唇膏和眼影 剛才還放在桌子上 蛤? 我剛才 不知道 收買在哪裡 忘記了 兩種情況 你肯定要選一種 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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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氣你打得不好 為什麼 那隊友又不想 剛才你不走 可以屯滅他們 但我殘血 算了 下次我自己打 明明是他們自己打得屎 都要賴到隊友和女朋友 完全不會認錯 完全不會反省 現在他打遊戲都可以怪你 雖然他事業 失意生意 失敗中年 發福 甩頭髮 M字押地 中海 逛街踩屎 找不到蜜蜜 都絕對會入你了 這些男人 你們都衝過去 我這些男人 唉 其實要看一個人 值不值得相伴一生 看的絕對不是山盟海誓 而是看他平時跟你相處的一言一行 以前我們經常都說 患難見真情 但今時今日和平年代 哪有這麼多患難才可以醒醒 現在更多的是看細節見真情 所以各位男士 如果你們想做一個好男人 就一定要記得 打王者的時候 都要對你朋友好一點 我是一個很有鹹養 並且經常看書的人 但事實是 沒錯 你們說得沒錯 但除了看書 我平時都喜歡玩一下 我公眾號裡面的那個 龍城霸業 是兄弟的 和我一起玩 O!